在南韓舉行的亞洲七人籃球賽 港隊出場奏唱國歌的時候 大會播了一首跟港獨示威有關連的樂曲 主辦機構解釋是人為錯誤 亞洲籃種自協 港府就說極度不滿 有議員質疑是蓄意所為 要求警方調查有沒有違反港區國安法 發生播出國歌賽事 是星期日南韓人村舉行的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人村站決賽 港隊對南韓主辦的亞洲橄欖球總會 上載到YouTube的片段顯示 開賽之前港隊球員一次排開 等待播放國歌 期間突然正音大約10秒 之後播放中國國歌 網上流傳片段就顯示 賽前大會播放了反修例時威的歌曲超過一分鐘 港府發新聞稿說主辦機構 將一首和2019年黑暴浪潮 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聯的歌曲 當為中國國歌播放 表示抗議和強烈不滿 根據香港籃球總會提交的初步資料 港隊教練向主辦機構提供的是正確的國歌錄音 是當地主辦機構一個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導致播錯國歌 港隊聽到播錯國歌的時候 已經立即知會主辦機構 而主辦機構就在賽事完結之後 在場館內公開示協 並且在港隊贏得過一站冠軍的頒獎禮上播放正確的國歌 港府說國歌是國家的象徵 主辦機構有責任 確保國歌得道應有尊重 已經署免要求香港籃球總會嚴正處理 可以調查並且向亞洲攬總 道分母 我的事發生是非常之不滿意 極度不滿意 亦都提出了我們嚴正的抗議 我們亦都會繼續跟香港我們的港協企育委會 以及相關的一些體育總會一起去相討 在未來如果有一些這麼嚴重的情況 萬一再出現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職場去處理這些問題 令到我們的運動員出去的時候 能夠更加掌握到應該怎樣去處理這些問題 亞洲攬總發聲明連同韓國籃球聯盟 就事件向中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攬總自協 說當地主辦機構的初級職員 在網上錯誤下載歌曲 屬於簡單的認為錯誤 亞洲攬總已經即時停播相關片段 並且在社交平台上再播放正確國歌的片段 港協企育委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霍啟剛說 攬總組在賽事首站萬谷 已經將正確國籍和國歌交給主辦機構 並且得到書面確認 要求解釋為什麼有工作人員擅自下載歌曲 亞洲攬總和韓國的籃球 韓國國籃球聯盟作出一個比較正式和嚴正的調查 去了解為什麼到最後去播放的時候 是沒有播到我們正確的各國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的一個解釋 他將會去信韓國駐港總領事館要求和總領事會面 並且要求主辦機構設策 向中國人民致歉 不信自己在老正中不到